整形外科医师曹刺斌仔细为求诊民众检查脸部状况 并提供专业建议 是曹刺斌为回馈社会所办理的爱心议诊活动 邀请具有同样专业的医师吴振军 为因疤痕或纯恶劣而需颅檐整形 以及整形失败而求治的30位病患免费咨询 以前都是用捐款赞助 那些慈善团体 像去年的这个红十字会慈维研 前年的罗汇乌颜基金会 以及那个高中之纯恶劣领协会 那以前也是 那我们希望说用整形外科的专业 还爱他爱心来帮忙那些受创受烂者的 整形不成会毁容 毁容还有伤身或伤命 伤命当然没办法救 就是说毁容或伤心这些人 我们希望用整形外科的专业来救他们 我们爱心是因为我们有益整 院长邀请 我们来响应这个有意义的活动 所以当然就两分整先暂停这样 那我的老师 长坑院整形外科 赖瑞宾代主任 他也非常支持我来参加这样 谢谢朝院长 然后举办这么有意义的活动 然后大家的工作人员协助这样 那我们可以让我们所学 帮助这些需要的人 30位求诊民众包括7位红十字词会员的孩子 因外在伤残产生心理阴影而前往求诊 期盼透过一诊让这些弱势孩子及民众 获得改变自我的机会 朝院长对我们这种声音障碍的包容度很高 这个可能就是有时候我们在外面看诊的时候 是比较少会有时候遇到的部分 有时候有些医生看到我们这种身这样子 他有一些情绪或是一些认知上的不足的时候 会有一些在看诊上的困难 甚至拒绝的部分 那我觉得今天藉由这个机会 他们来这边看诊 是一个得到一个很温馨的一个环境 那也得到一个很不错的一个诊疗 我脸上因为有以前留下的青春 留下的凹巴 别的医生推荐我曹医师 他的医术很高明 所以我才会特别来这边来询问医生 所以医生是一个很有爱心的人 然后有这个爱心的一诊 可以帮助我们恢复我们的自信 还有变美 曹次斌职业多年来都会在年末办理公益活动 以自身专业回馈社会 期盼能抛砖引玉 让更多人受惠 奉信新闻记者积分才榜博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博导